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最近天气转凉 我秋裤都偷偷穿上 这期呢我就来教大家两款 我常在冬天喝的热鸡鬼酒 走起 诶到底啥 不知不觉呢 Ivy已经做了快一百期的节目 我真的做梦 都没有想到我会做了一百期 我以为几期下去呢 我就知难了退了 下期打算做一期 快问快答 任何大家对Ivy好奇的问题 都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下期我一个一个重新号 一百期我好兴奋啊 今天我们第一款要调的呢 就是热黄油兰姆酒 听到喝黄油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 鸡皮疙瘩翻起 这款酒传统的做法呢 就真的是把一整块黄油 丢到酒里面 加点热水搅和搅和 我就多花了一两个小时 做一个萃取式的黄油兰姆酒 看不到黄油 但只能喝到黄油的香味 做法如下 材料有 方糖一块 肉桂棒一根 成年兰姆酒 还有很多很多的黄油 放入黄油 将它融化 嗯 好香 完全融化之后呢 不要马上倒出来 让它再稍微的浇盐 将黄油倒入 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两个小时之后 刚下面的酒没有结冰 但是黄油都凝固了 先把黄油给拿出来 是不是做法非常简单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锅 黄油味的兰姆酒 而且呢 我建议大家做的时候 多做一点 就做一样 这么一瓶 就可以一直用 一直用 放到冰箱里面 非常的方便 我们来试一下 我还没摘喝过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味道 Oh my god 黄油让整个酒精感没了 就特别的柔 特别的润滑 黄油的味道非常的重 我觉得这个我光喝 我都觉得好喝 就来做我们的热黄油兰姆酒 超级无敌简单 你真的是要把这个做出来的 剩下的一分钟搞定 杯中加入黑糖块 加入一点热水 把它融化 加入适量的黄油兰姆酒 丢入肉桂棒 再加满热水 第二款要教大家做的呢 真的是热鸡尾酒里面的鼻祖 就是热托迪Hot Toddy 其实热托迪这款鸡尾酒呢 说白了就是你家酒柜里 有任何类型的烈酒都可以 加上蜂蜜 柠檬跟热水 搅拨搅拨就完事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家里有威士忌 蓝母酒啊 或者白蓝地都可以用 我呢 自己是喜欢用苏格兰威士忌 因为它果香比较丰富 比较清新一点 如果你是重口味的话呢 就用波本威士忌 材料有 威士忌 苦精蜂蜜 还有柠檬 滴入两滴苦精 加入少许蜂蜜水 加入适量威士忌 挤入少许柠檬汁 满上热水 用柠檬片作为装饰 今天晚上刚好特别的冷 我没有开暖气 我就来试下这个 能不能让我马上暖起来 绝了 这个 看不见黄油 但是能喝到黄油的感觉 这让你的心口马上暖起来 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做 肯定失败不了 接下来试下这个 Hot Toddy 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我经常喝的一款酒 这个是多加了一个 柠檬跟蜂蜜 解腻一点点 就没有像这一款 这一款真的是饱满 这个是比较小清新 两款酒我都非常推荐 容易上手 大家天冷的时候 一定要这么调着喝 天冷你就多喝热酒 别想着天天找个什么 对象过冬的 真的有酒它不香吗 千万不要忘了留言 你对Ivy好奇的所有问题 下一期我要做个快问 快答 没准你的问题就会选到我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